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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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打完座以后 也感觉自己也是会智能的症 就是说不对的 怎么不对 那边的恍恍惚惚的这样子 恍惚 反正自己不是很 就是那个不是很清醒 不清醒的恍惚 发呆 有时候反应不过来 反应吃豆 发呆 恍惚 是吧 对 后来出来也参加过工作 后来参加工作一段时间 自己又感觉自己有时候 又很压抑 有时候又很狂 就是这样子就反复 就去医院里住了半年 后来吃药 吃多了 也已经吃得挺多的 我其实真的不是很理解 我自己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多的情况 而且其实你打完做以后 恍惚 发呆 反应吃豆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一个熟练造的 只是一段时间就过去 但是在这个状态里边 就是你缺失的 其实你的状态是对的 对你的休息来说是对的 但你缺失了理路的指导 你不了解你说你不只缺失了经典 理路的指导 而且你内心深处也在渴求 偶遇就解脱 想休息也想解脱 是 我就是这样子 侯存里边的很多东西 其实对你有诱惑 不能因为你有喜气欲望 对你有诱惑 但是其实是你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你才在家里没力气 因为你其实是诱惑 没办法诱惑你 就是有些事是 你不能很深的进入里边 就是觉得很有趣 比如说那样的 你慢慢的就是无聊了 就这样子 就出这种状态了 但是这样的 对家对我自己也不好 是 在别人的眼里 你可能是这样是没用的 这种状态是啥也干不了的 你告诉我 就好像一个没用的人 是 对 就好像是你这种状态是 你自己也会觉得 这有啥有 这是个没用的 但是你就是个休息 就是这样 对修道来说 就是说 如果你修禅病 或者休息来说 你在这方面可能会 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没正过 还没有解脱 在这个过程中 就在休息的这个过程中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 就是没力的 就是这样的 出事出不去 出事入不了 就是这种状态的状态 那老师这怎么心目 唯一的就是继续修行 或者是 或者你两种方法 一个是 就是 别休息 别打坐 修禅地 你适合修地 修子观 修禅地 就是不要修观修 先从不要从这 然后起坐以后呢 旁观 起坐以后 观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 包括观自己 观内外呢 外边就是叫六成嘛 六成就是色身相位处罚嘛 这些都是六成 就是你家人朋友 你妻子 老师 同修 这些都是外景 观外景 还有呢 观内景就是自己的身体的角色 状态 比如你刚才跟我说 我觉得我是什么状态 我觉得我是什么状态 我觉得给自己定义 我这样子不行 我想改变 我又刷麻了 我软软的 我不想动 这都是内景 你知道吧 叫内照 是吧 一个内景一个外景 外景你也知道 内景也知道 到他两边都在那的时候 你不要动 你只是保持一个觉 你觉知 知道吧 你什么都知道 但是你不要动 不要下定义 不要说这个是不好的 我要改变 不要说这个是好的 你不要这样下定义 然后呢 现在逐渐暗处在呢 不要动 先修 就是修觉而不动 先不动 先从不动开始 就是那个觉 那个不动 才是你 剩下的内外景 都是幻景 知道吧 把它扔出去 就到 就像你身体的照片 也就像那些竹子 这些凳子也要是个幻景 知道吧 外景也是幻景 就两边 都不着 但是呢 我喝水你就喝水 就是污来遮应嘛 就是你跟着打交道 还得打吧 但是呢 过去不留 就是你还在这个世界 做事应酬 就是但是心不要动 就要尽量的修 这就是修定 修止 知道吧 不受内外景干扰 但是 那么你如果内景 外景都是坏 那你是什么 那你只是那个觉 那个觉是没有心 没有像的 因为你身体 都是个内景了嘛 剩下看见的是外景了嘛 听到的看见的是外景 内外景都不是你 你是什么 你是中间那个觉 我 我知道 我觉得 我觉得我怎么了 我觉得他怎么了 你只是那个我觉得 知道吧 你只是个概念 认知 那是真实的 你剩下的都不是真实的 这佛说的界定就是 六根六成啊 那叫六根啊 里耳皮色声音 外置色声相语出法 都空 然后呢 你安住在中间 中间那个才是我觉 修这个东西 一直修这个 那这个东西 最后另外真的空了 这个呈现出来 你就成到了 就是修中间这个 修这个觉 不用管 你不用再观想一个什么 进阶 因为 你的进阶已经足够多了 以前也会 里边的外边的 进阶已经很多了 你不需要走那条路 就像有的人直接 关个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那样的 你不需要走那条路 知道吗 吴老师好像也没关个什么 他就坐着 然后 让我们 分析嘛 思维修嘛 思维修嘛 分析空嘛 到最后 就是分解四身 对对 是 他走分析 但是这个是为实的 在佛法里面 他是走的为实的 知道吧 米勒菩萨为实的楼 但是 你知道佛学最根本的界定是 不是说这个被子放里面 不是说你把它分解 直接看过去 射就是空啊 根本就不需要分解 你有 在意识层面 不断的分解 你就错 你还在人的意识层面 那个是成不了道 你知道 那个只是刚开始起修 有的人适合入门 到最后是撇开分析的 撇开那种分解 你不能把这个被子分解成 原子分子 自制 一直到叶子 一直最后成空 哎呀他空了 不是的 佛的政治界 是中观的是射就是空 你是读过《西经》的 是吧 嗯 这就是空 看过来 这就是空 头脑里面没有一个念头 头脑里面没有一个想法 一念不是 一个像 就是说你的头脑里面 不会伸出这个杯子这个像来 这叫不找像 就是说不伸法像 不伸这个杯子的像 你的头脑里面有一个杯子的像 有一个杯子的像 伸出来 它就空不了 你怎么分析也空不了 它一定会影响你 只要它存在就影响你 但是真正的修正是 到你最后进入定的话 开启你本来的佛系 空心 你本来就是佛 知道 本来就是真空的 一直正在那个状态的时候 看过来 这就是空的 正在真空境界的人 看到就是 一切都是色空不二的 空和永是同时存在的 但是你现在理解吗 那些东西都是方法 但是不切合你 不适合你的根器 知道 我的根器 你的根器不是学为实的 知道 不是出那个门径的 出那个门径 你就走 有时候会走弯路 而且你摸不到 你摸不到别太陌生了 我呀 嗯 但是就是我跟你 我老师就是 或者你就是回到红城 就是做事呢 修路度 就是 布施慈见忍辱经济禅禅 般若 修正六度 佛的六度 其实最适合你的是修六度 六度啊 佛学的大乘菩萨道 菩萨道 从布施慈戒忍辱 而布施的话 不一定说我没结合 不一定是布施慈 但是不是你的才能啊 能力 甚至一个微笑 真的是 不是你的所有拥有的一些东西 都是布施 包住别人啊 慈戒啊 戒律 就是说 你能对这个世界的名利奇的诱惑 如如不斗 这个也在戒律里边 就不用说一定要送二百五十条戒啊 或者是大乘 你先从说 我就 所有的诱惑 不是我的 我不碰 然后呢 不去贪球 不去贪乱 这也是慈戒 能够管住自己的心 所以大乘道叫射心为戒 把心收回来就是慈戒 就是说 外在的这个世界对你诱惑很多 你的欲望气也很多 外在诱惑也很多 我对近的时候 对在外在我能够把自己的心安住 收射回来 这就叫慈戒 这就是你没受戒的 大家说 受了自白 说明天你受了菩萨戒 受了比穷戒 那是内玛神 所以 射心为戒嘛 忍辱就是 不管这个世界 别人怎么对你 你都能够承受 因为你是要承佛的 你不能说 凭什么 凭什么我吃亏 凭什么让我承受 凭什么他不能忍我 不是因为你要承佛 因为你要解脱 是吧 所以忍辱 还有忍受自己的欲望吸气的 接口 就是有的人修行 会放下很多欲望吸气嘛 这也是忍辱的范层 知道吗 忍了 有的人忍不了 受点苦也忍不了 开证尺脉也来了 就爆发出来了 也忍不了 就是他没办法忍受 就是他觉得凭什么我忍 我看到你就讨厌 我骂你俩就怎么样 这个时候他就破戒了 忍辱也失败了 就没有就是这样 但是你要是菩萨 你要修菩萨道 这些都要做 就是六度嘛 布施慈戒忍辱 禅定 就是 还有什么 布施慈戒忍辱 精进啊 精进就是说你能够 亲吻到佛法以后 能够放下自我的一些喜气 你为了成道 能够放下自私的一些念头 和喜气啊 这就是心里边 时时刻刻的绝招 修行 这就是精进 还有菩萨 还有菩萨 智慧 菩萨 还有禅定嘛 修禅定 禅定就是打坐了 精重 修止观啊 或者这些禅定法法很多 修观呼吸啊 尿呼吸啊 你一手啊 内观啊 其实他这个也修语 就分析啊 分析也修语 不管 还有说什么动足定啊 定足都不一样 修定嘛 对 还有菩萨 菩萨是佛法里边 最根本的见底嘛 剥弱智慧 看金刚经啊 看心经啊 这些 嗯 了解佛在说什么 有剥弱智慧 如果你这些东西都通达的话 我相信你目前这些障碍太简单 解决了 你可以协除剥弱 看经经 看心经啊 静高经在说什么 而且你的潜意识 内心深处 你是要修行的 所以你不要 嗯 不需要疑惑 就是继续修就好 自己看书 现在经典很好找的嘛 你随便可以找到级别的 瓦双也有 我们网站也有嘛 讲经的你都可以学嘛 多听级别 多有白话的 有原文 都可以多听多看嘛 嗯 然后看懂了 然后呢 慢慢的按照这些佛 佛给你定的这些法嘛 修 肯定一切比一切好 一切比一切好 你就走出来 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 嗯 嗯 对我支持 嗯 你是适合跟着佛陀的 释迦牟尼的东西 学习的 这个世界的很多老师 讲法 他有一些 有时候偏对于某一类型的学习 有时候偏对于某一类型的 他又有终点 一些 跟他有约的可能就是 就是 那是 对 我 我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